大卫到了挪伯祭司雅兮米勒那里 雅兮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为什么独自来 没有人跟随呢 王吩咐我一件事说 我拆迁你 委托你的这件事 不要使人知道 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 在某处等候我 现在你手下有什么 求你给我五个饼 或是别样的食物 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 只有圣饼 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 才可以给 时在约有三日 我们没有亲近妇人 我出来的时候 虽是寻常行路 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捷径的 何况今日 我更是捷径嘛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 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 只有更换新饼 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舍饼 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 留在耶和华面前 他名叫多义 是以东人 做扫罗的司墓长 大卫问亚西米勒说 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 因为王的事圣级 连刀剑 器械我都没有带 你在以拉谷 沙菲利士人 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 裹在布中 放在以弗德后边 你要就可以拿去 除此以外 再没有别的 这刀没有可比的 求你给我 那日大卫起来 躲避扫罗 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 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 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 不是指着她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吗 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 甚惧怕加特王雅吉 就在众人面前 改变了寻常的举动 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 在城门的门扇上 胡血乱话 使唾沫留在胡子上 雅吉对臣仆说 你们看 这人是疯子 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 我岂缺少疯子 你们带这人来 在我面前疯癫吗 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 第二十二章 大卫就离开那里 逃到亚杜兰洞 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 就都下到他那里 凡受窘迫的 欠债的 心里苦恼的 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 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 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 对摩押王说 求你容我父母搬来 住在你们这里 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 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 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 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 先知迦德对大卫说 你不要住在山寨 要往犹大地去 大卫就离开那里 进入哈列的树林 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 坐在垂丝柳树下 手里拿着枪 众臣仆势力在左右 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在何处 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 变崖闽人哪 你们要听我的话 耶稀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 赐给你们个人吗 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 你们竟都杰当害我 我的儿子与耶稀的儿子结盟的时候 无人告诉我 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 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 为我忧虑 那时以东人多义 站在扫罗的臣服中 我曾看见耶稀的儿子到了挪伯 雅西图的儿子雅西米勒那里 雅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 又给他食物 并给他杀非利式人格利亚的刀 王就打发人 将祭司雅西图的儿子雅西米勒 和他父亲的全家 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召了来 他们就来见王 扫罗说 雅西图的儿子要听我的话 主啊 主啊 我在这里 你为什么与耶稀的儿子结党害我 将食物和刀给他 又为他求问神 使他起来谋害我 就如今日的光景 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魏忠心呢 他是王的女婿 又是王的参谋 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 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 断不是这样 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 因为这事无论大小 仆人都不知道 雅兮米勒 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 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 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 因为他们帮助大卫 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 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 王吩咐多义说 你去杀祭司吧 以东仁多义就去杀祭司 那日杀了穿戏马布以福德的八十五人 又用刀将祭司城 罗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竟都杀灭 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 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 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 大卫对亚比亚他说 那日我见以东仁多义在那里 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 你负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 不要惧怕 因为寻锁你命的就是寻锁我的命 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 第二十三章 有人告诉大卫说 非力士人攻击基伊拉 抢夺何尝 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去攻打那些非力士人 可以不可以 耶和华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攻打非力士人 拯救基伊拉 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 我们在犹大帝这里尚且惧怕 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力士人的军旅呢 大卫又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回答 你起身下基伊拉去 我必将非力士人交在你手里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往基伊拉去 与非力士人打仗 大大杀败他们 又夺获他们的牲畜 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亚西米勒的儿子 亚比亚他 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 手里拿着乙福德 有人告诉扫罗说 大卫到了基伊拉 扫罗说 爬进了有门有拴的城 困蔽在里头 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 于是扫罗招聚众名 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 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 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 将乙福德拿过来 将乙福德拿过来 扫罗陛下来 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 交在扫罗手里不交 必交出来 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 就起身出了基伊拉 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 有人告诉扫罗 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 于是扫罗不出来了 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 常在西福旷野的山堤 扫罗天天寻锁大卫 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 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锁他的命 那时他住在西福旷野的树林里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 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 使他倚靠神得以兼顾 对他说 不要惧怕 我扶罗的手 必不加害于你 你必做以色列的王 我也做你的宰相 这事我扶罗知道了 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大卫仍住在树林里 约拿丹回家去了 西福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 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 山寨中 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 王啊 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 我们必亲自将它交在王的手里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应你们顾许我 请你们回去 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 是谁看见他在那里 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 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 回来巨石地告诉我 我就与你们同去 他若在犹大的境内 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 西福人就起身 在扫罗已先往西福去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下到磐石 住在马云的旷野 扫罗听见 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 扫罗在山这边走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 大卫急忙躲避扫罗 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 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要拿获他们 忽悠使者来报告扫罗 非力士人犯禁强略 请王快快回去 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 回去攻打非力士人 因此那地方名叫 西拉哈玛西罗杰 大卫从那里上去 住在隐积底的山寨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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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